體驗實地採訪的歷程 用多媒體影音 展現採編能力與公民教育 孩子們秀出連結在地的精彩與特色 新鮮短片已成流行趨勢 學會製作就能秀出自己 更能挑戰自我 這活動讓我克服了 對陌生人講話的害怕的習慣 我要做這個影片的原因是因為 老師會在考完試的時候 帶我們出去戶外教學 學習的地方不能只限於學校 有時候要多出去走走看看 所以我才想要創造這個影片 讓大家以後可以出去外面走走 看看新的世界 整個發表會上 還邀請到議長童子偉前來勉勵 新一國小在資訊渠道上的教育領域 超前部署 期望提升孩子的競爭力與媒體試讀能力 媒體素養的一個最重要的培養過程當中 除了媒體試讀以及辨別這個假新聞 最重要我們要讓孩子透過媒體拍攝技巧 看見自己的影響力 也要讓他們培養公民行動的責任感 從我們自己的生活環境當中出發 讓他們培養跟這個在地的土地連結 將來當他有能力的時候 透過媒體的影響力 來發揮更大的善的力量 新一國小融獲110學年 教育部國教署核定辦理的 媒體素養教育基地學校計畫 引領學生在未來的社會時代發光發熱 我們除了我們的媒體操作之外 我們也希望在三四五六年級之後 學生從認識我們自己認識家鄉之外 還可以到我們的基隆市各地 去介紹我們的基隆 認識我們的基隆 然後希望各位可以每一年都來看我們的影展 透過我們學生的眼睛 透過他們的作品 更加深我們對基隆的熱愛 透過媒體素養教育展現愛基隆的心 以及讓善的力量循環 提升數位公民的社會責任感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我們下載了 我們下載了